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几天在节目上说中天新闻背后是共产党指挥力量 当时候有查证或是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吗 郭台铭先生公开说过 所以你是听用过韩国家的话吗 因为你在节目上 我要去参加听证会跟蔡衍明董事长对峙 你们那个记者的提问不受信赖 因为你们这个中天新闻台喜欢随便的剪接人家的谈话 所以我不相信你这个新闻台 可是你在节目上就是有提到 是的 因为自己去查证2012年的时候 中国时报曾经那个 你帮我拍照好不好 你帮我录影 因为他们这个台呢 他们这个台是扭曲捏造 而且呢 毁谤那个被采访人的 那这个台呢不值得信赖 所以呢 把我录影起来 你们中天新闻本来就是红色的媒体啊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两年就才为了你的言论道歉 那个不是 那个是因为你们那个 2011年的时候 我讲你们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 你们的董事长用30家公司来提告我 亲爱的媒体记者 你是一个年轻的小孩 你身在一个非常的这个遏制的媒体里面 还做人家的打手 我实在蛮同情你的 你自己去查证 你说2012年那个时候的事情吗 不只2012年是很多的事情 你愿意全部报道吗 我今天讲10分钟给你听好不好 但是因为2012年那件事情 就是中天中时也是不同的媒体 中天中时都是蔡董事长 你要你要叫我讲话吗 你要叫我讲话就让我讲话 现在这一段请你播出 如果你播不出的话 那你就是五面言论自由 可以吗 那你在节目上那件事情 你会在做什么 当然有啦 我为什么要道歉 2015年的时候嘛 习会的时候 你在两天前说的 两天前说的就是 是共产党的力量啊 你代表的就是共产党的力量 因为你们的旺报的那个 头条就是共产党的那个 人民日报的那个 头条的相对版啊 我今天接受中天跟台式的访问 是被迫的 因为他们呢 在这里堵人家 不给人家这个 不被访问的自由 这就是中天新闻台 骚扰 然后追踪 然后扭曲人家的一个新闻台 然后他们的记者问问题 都不让人家答 人家答完之后呢 又继续的扭曲 不是 小朋友 我告诉你 2015年马席会的时候 我在马张志军的记者会上提问 你去查资料 请你们用功一点 张志军当时呢 举行记者会 指点了三个人提问 包括人民报道 新华社跟网报 结果呢 我接下来追踪 要问张志军 张志军不肯回答 然后我问他说 你让我讲啊 你这一段要完整播出哦 然后呢 我说 那张志军先生 请问你讲 一个中国 是不是一中个表 他不肯回答 一直不肯回答 结果现场 引发了非常多人的骚动 外国记者说 张志军不让记者提问 然后中天新闻台 在之后发动了三天 每一天做争论节目来骂我 没有让我讲话的机会 没有给我任何的这个 这个辩驳 然后呢 还在中国时报骂我 我请问你 这个后面 人家告诉我 我得到的答案 国台办内部的人 我的朋友告诉我 这是国台办下令 中天新闻台 要好好的 要攻击 在记者会上 对张志军提问 让张志军有点受到困窘 而且张志军完全的是 很失败的记者会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愿意跟蔡衍明 董事长对职 这是第一个问题 请你全部播出好吗 我们现在有录影 如果你 你请你全部播出 否则的话 我拒绝你 接受我的这个报道 我要提告你 可是因为我问题 你还是没有 这就是共产党啊 国台办不是共产党吗 那你两年前 怎么会在节目上到处 那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的问题 是的 那是两回事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事 不一样的事情 那个是两回事情 你有说中天新闻 跟旺宗族市 就是国台办的传承 跟宣传工具 那个 那个是 背后是共产党的力量 他是共产党的力量在指挥啊 那我们来做听证会好不好 中天新闻台 背后有共产党的力量 就是因为马锡惠的那个 你们攻击我的实际的例子 有共产党的力量 不是我一个人说的 是郭台铭说的 中天电视台的 郭台办 我们对职啊 到时候在法院 或是在听证会里面 你们可以讲啊 蔡衍明董事长 中天新闻到处提告 我也可以告你啊 你们今天骚扰我 我今天告中天电视台骚扰我 威胁我 这个啊 然后追踪我 有啊 你在我的门口里面堵着我啊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堵我那个 然后不让人家那个安全的进大门 然后用一个麦克风当成武器 这就是中天啊 中天新闻台 这段节目也是就是当谁 这段节目我们是公开的 我没有攻击中天 我讲的是事实 中天所做的事情 就是替中国共产党 在台湾做文宣洗脑工作 他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做听证会 那蔡衍明董事长也可以来 跟我一起来对峙 中天新闻台的记者 自己摸着良心 看看自己是不是 替中国共产党在台湾做文宣工作 是 那是因为你 那是因为你笨 你当然骚扰我 你这个样子不叫骚扰我 我们都有录影 你不让我 什么叫 我们的大楼外面 你拿着一个麦克风 你们的武器就是这样 拿着麦克风去威胁人家 骚扰人家 像那个黑道一样 我是公开的 我哪里有抹黑 我没有抹黑中天 你讲我抹黑中天 那个我提告你 我讲的是事实的陈述 我没有抹黑中天 中天在台湾就是 红色的媒体被大家公认的 中天在台湾给大家的印象 我是公众人 我是媒体人 我是转述社会上的一个谈话 各位NCC的委员 我有根据啊 我刚才都有根据 各位NCC的委员 中天新闻台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台湾的文宣工具 这个是事实 我愿意在听证会上做证人 把所有的事情写出来 或者是讲出来 至于上次所说的 所谓的那个道歉 那是被迫的 你们的律师威胁人家 那个邱显志是我的律师 邱显志可以作证 中天新闻台所做的事情 在台湾 他达到的目的就是做 中国共产党的文宣宣传工具 而且他们新闻部的记者 就用骚扰 然后抹黑 然后用这个 在光天化日之下 拿着麦克风 不让人家自由行动的记者 这就是中天新闻台 我们现在用手机全部的录影 等你播出之后 如果你这一段把我剪掉 我就告诉你 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请问你 陈文岳 陈文岳记者 请你全部播出 否则你一个字都不要播 可以吗 从刚才到现在 不是 不是 不能这样子 这是我接受访问的条件 从头到尾 请你播出 我们的制作人在这里 这叫做台北之音的电台 他们在人家 他在人家做节目的时候 非要堵人家访问 然后 你已经结束了 我刚刚都没有打扰你 没有 结束之后 我有我个人的 我个人的人生自由 你没有去采访 李斌仪师 然后你们就来骚扰人家 这个就是中天新闻台 拿着麦克风 当成骚扰 威胁 然后让人家害怕的武器 我不怕 蔡衍明董事长 请你出来跟我对职 你们用中天新闻台的记者 当成打手 然后让人家心生畏惧 我不会 全程我都有用手机来录影 如果你播出的部分呢 是用简介的 我就告你 中天新闻台告蔡衍明董事长 中天新闻台告蔡衍明董事长 他随便他提告 我可以进法院 然后我也可以告蔡衍明董事长 中天新闻台告我 我告蔡衍明 你都告他 因为你说我抹黑呀 你刚才讲的话呀 好不好 谢谢 台湾的年轻的媒体人 请你们把良心打开来好不好 做中天新闻的打手 做共产党的打手 你这一辈子恐怕都会良心不安呢 共产党的打手 就是这句话是要有根据 我觉得我们中天新闻不是共产党的打手 是共产党的打手 因为你做的事情 就是共产党打手要求要的目的嘛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可以吗 结束 这边也是共产党的场合 请你结束 否则的话我报警 我先来报警 我会在当中 当中 你如果不离开我就报警 请你离开 我现在在这边啊 不行 你不要照着我 你为什么要照着我 你刚刚已经接受哈继续楼 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中国所有的台湾观众 中天新闻台就用这种方式 对付媒体的 不是 那你可以再拍我啊 我不想背拍鱼 你刚刚已经在 已经结束了 好 结束了 好 到我们就 结束 但是你也不能 сов 不准拍 OK